从江子寮路的土地公庙出发 会看一行人往旗尾轮登山步道方向走 因为前方便桥摊坊 所以从上个月开始 斜坡上去的路口就已经用黄色警示带围起来 不让登山民众再走 汐止区江子寮路在上个月的连续豪大雨 这处早期由民众自行搭建的便桥摊坊 里头的住户反应进出真的很不方便 这位93岁的阿嬷就说 这条路从小走到大 但是因为下大雨水真的很大 桥摊坏了现在每天走真的危险 两山河就大街大街 现在没开大河了 以前四家有做残 最多的地方分了残了口 轻到就比较大 现在后来都这样哄哄哄了 没残了 今天路都很大 就像这般羊羊羊羊 人家说两天看来跟我们撞以后 比较危险 这次雨大呢 造成这个路桥断掉 那我感谢这边就是来看看施工怎么做 谢谢议员 大水一直在做 做这么久 这个路孙来不知严重 这位拜托我们的政续委员 跟我们公司来传救 这楼房子的地方 应该为了以后 这些住民 可以让我们方便出力 我们在江子辽61向往 齐伟轮的一个算是登山步道也是雪甲路 那因为这里大雨有摊方 那包括我后面这个桥 那目前已经做一个紧急的抢修 还有上面有一户人家 那我们知道这边还有住了几户农家 那因为时长会进出这个道路 也希望把这个道路的维护做好 那今天请观光局还有公务局跟公所一起来 希望说让他们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在接我呈情后 10号上午议员张景豪就邀请了市府 观光旅游局 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大雨造成水泥变桥断裂 现在底下先用大石头垫着 居民说勉强通行 但是并不安全 在讨论之后也要求尽快改善 桥的码头被地基整个都冲掉 所以那个桥整个就垮下来 垮下来因为我们要出路 所以就先挑几个石头这样垫着 这是暂时 可是这个在下大雨的话 一样会再冲走 那这个桥我们会在年底前 做一个抢修 还有上面有一户人家 我们希望说让他们 可以比较安全地度过一个溪 然后回到他们的家里 那今天的会议结论就是 请观光局协调经费出来 然后让公所来做一个施工 年底以前会把它完成 会看后将由市府观光旅游局出经费 再由公所进行改善 预计在年底前将桥修复完成 让居民回家的路更安全 这层慧林希致采访报道 这层慧林希致采访报道 这层慧林希致采访报道